居格单的部分的话就是也不是我们当初APP回填的中和区的地址 而是我们的户籍地永和区 好不容易拿到居格单没想到却是错的 Lidia跟儿子确诊后都自主填回报系统 结果都隔离完了才收到 明明地址写的是中和区 居格单却写成户籍地永和区 外申局电话打不进去 区公所又说这边无法更改 求助无门直到现在还是拿到错误的居格单 完全不能申请因为都没有收到正式的或是正确的那个文件 所以我们就是只能一直等 像Lidia这样的案例随着确诊激增 居格单开例速度慢 因此正为唐凤推出优化系统 以往确诊者在自主回报系统完成资料填写后 因为法传系统的程序较为严谨 导致卫生局人员无法第一时间在上头看到确诊者资料 居格单的开例就会有时间差 也增加他们的负担 往往开例超过一天才会收到 但有了新的系统之后 审调法传系统 透过MBBS也就是确诊个案管理系统 直接看得到自主回报系统资料 5到10小时之内就能拿到居格单 但万一资料填写错误 民众该怎么办 之后大概错误率会减到最低了 先从错误率来 那当然需要更改 可能还是要透过另外的系统 指挥中心不断呼吁自主回报系统没错误 再送出否则增行政流程 现在有了新的MBBS系统 第一线卫生局人员能直接看到资料 若要更改也较方便 证为唐凤再出手 就判减缓第一线人员的负担 PB的新闻连志周永轩台北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拓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